欢迎您来到东子英文小教师文法篇 Unit 57 Chapter 7.13 How to use Past Perfect Progressive Tense 过去完成进行式如何使用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过去完成进行式的句型 要形成过去完成进行式 您只要将have been V-I-N-G中的助动词have 改成过去式 had就可以的 而且,全部人称的单复数都适用 所以这个句型是主词完了以后,加上have been V-I-N-G,然后再加 后面的部分 还记得过去完成进行式在实现中的表现吗? 过去完成进行式是指 有一个动作 从更早的过去某一刻开始进行 这个动作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了比较晚的过去某刻 然而我们强调这个动作仍在持续进行之中 那么这一段时间的动作,我们就称为过去完成进行式 我们什么时候使用过去完成进行式呢? 它的使用时机是 到过去某刻为止 仍在持续进行的动作 这种用法 就是现在完成进行式在实现上的表现 也是现在完成进行式最重要的用法 请您来看到这一页的两个例句 Mr. Orton had been teaching English till last month 直到上个月为止 邱子老师都一直在教英文 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个过去某刻的时间 那就是last month 表示这个动作 从更早的过去某一刻开始做 开始做一直做到了上个月为止 这个动作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所以他使用了过去完成进行式 had been teaching 第二句 I had been writing a love letter to my boyfriend for three hours last night 昨天晚上整个三小时 我都在写情书给我男友 这个句子同样出现了过去的某刻 last night 作者I 他做写情书这个动作 从更早的过去某刻开始 那当然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是 昨天晚上的三个小时 之前的时间 那么这段时间他都一直在做写情书的动作 然后写到他讲话的 写下这一句的过去某刻的时候 他强调还在写 所以他使用了过去完成进行式 had been writing 在我们使用过去完成进行式的时候 他有没有什么使用的重点呢 我们发现有两点 第一点 过去完成进行式也常议成 一直或都在 以强调到过去某刻为止 仍在持续进行 第二点 和过去完成式一样 过去完成进行式也必须把过去某刻 表现出来 不然就会自动由过去完成进行式 变成了表示 直到现在为止的 现在完成进行式哦 和其他的完成进行式一样 当你在使用过去完成进行式的时候 他也有一个使用的限制 那就是表示状态的静态动词 不能用于过去完成进行式 冬子小教师要提醒您 过去完成进行式 必须把过去某刻表现出来 不然就会自动由过去完成进行式 变成表示 这是直到现在为止的 现在完成进行式 今天的冬子小语 要献给您的是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is in one's own mind 世界的中心就在自己的心里 您慢慢的应该会体悟 这个小语的意思 加油 世界的中心就在自己的心里 而不在别人一样的眼光 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 谢谢您